我可能我有目标 我能挣一千万的意思 挣一千万 大爷有钱太任性 给钱属于小儿科 对象工作都能安排好 果然有钱才是硬道理 没工作呢 我这方面呢 还有这个能力安排 嗯 是吧 今天来相亲的是郑大爷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 郑大爷找老伴的急迫 刚见到红娘 大爷那是一路小跑 头都不带回一下 不过方向好像好反的吧 叔叔你走那么快干啥 大爷为人低调 不过对找老伴那是相当高调 对颜值有极高的要求 难不成大爷想找个爵士美女 果然约入过万的老头 要求不一般 进家后张大爷便带着 红娘参观一般 两人刚坐下 张大爷就提出了 找老伴的具体要求 第一呢 善解人意 二呢 我不希望你有什么大的强势 你有工作呢 更好你没工作呢 我这方面呢 还有这个能力安排 其实这一块 大爷绝对拿捏得死死 这妥妥的关系户啊 张大爷越说越几近 但是咱们上的 不要去依赖心 但是我也希望咱们 谁有难处 你得互相去多 体谅去多 关关系关怀 有钱就是任性 张大爷别提多子豪了 首先就让你 最起码我能具备基础的 今天基础我肯定具备 是吧 看看大爷这绝不没水了 都这么好条件 怎么不好找对象 红娘立马安排了两人见面 刚到门口 张大爷便上下打量对方 不知道的还以为进考场检查 刚一坐下 张大爷先发之人 你在上班呢还是退休呢 退休了 52 孙大妈也不做隐瞒 就是给你卖卖服装啊 什么的 然后这疫情二月份 就都在家呆子了 大爷这呆滞的眼神 这是怂了吗 不是关系不吗 怕啥 之后孙大妈提出了 自己的择偶要求 这就是说 只能说这看演员吧 只能是这么说 有个房子 退休老宝 红娘在旁帮衬 就说说看书 有没有演员 挺好的 最码不胖 我不喜欢那种大胖的 没成想张大爷 却挑起起来的 就是没有演员 而第一点没有 他一记得就是 第一感觉 我就看就不行了 红娘不服 非妖问出了所以然 那个气质 各方面都不够 你别看他52岁 就是我身边 那个50岁左右的 比他的优秀太多了 有钱人的身边不缺美女 那大爷你咋还是单身呢 也不想想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孙大妈也察觉出了 两人微妙的气氛 就是好像很上大的那种 就是有距离的 对 关于找老板看演员 孙大妈做出了让步 本纸真的是很重要啊 对 有的人你看你觉得 板板那一坐了 打个关枪 说这时候那个 那不办实事 有啥用啊 是不是 这话咋听着不对劲呢 我怀疑句句 在针对咱张大爷 既然不看演员 孙大妈也有其他方面的要求 性格一定要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见 但是主见呢 两个人可以相互的 商量着来吧 得知孙大妈爱好旅游 张大爷不甘示娃 这么多年我就上过香港 我上过台湾 我上过韩国 我哪里去 毕竟现在有钱了 说话都有底气 旅游呢 我也希望旅游 我为了来年 我2021年 不过依旧不入孙大妈的眼 有一些差距 真是真话 有点目守成规的那种吧 看来孙大妈也不是一般人 这是千万的意思 没钱呢 大爷有钱太任性 年入千万的都不是事 老来找吧 就长年轻漂亮的 要的就是命 因为他是七千年 他比那七千年都老 张大爷约入过万 说话自然应急起来 不料被孙大妈嫌弃态度 心里自然不快 我一听了 他是在上海 是打算尾声的 我今天我一点都不埋的 他不是买父皇 大爷你这度量不行啊 就因为孙大妈 嫌弃自己太子大 就诋毁人家干保洁 私下说不解气 张大爷还非要当面杠 他说的也对 你得有眼睛 还当小能手 非大爷莫属 红娘看不过去了 跟得意啥样的 因为在石膏上 我是第一个 大爷这要求不低啊 这不暗指对方的矮吗 孙大妈自然也不惯着张大爷 一码堆了回去 哪里什么 我有能力 我要找个个高 找个漂亮的 但是你没有能力的情况 你长个丑八怪 他也不愿嫁 对不对 这玩意就是这样的事了 唠叨这孙大妈 算是看明白了 张大爷就是要漂亮的 都是把年纪了 还学年轻人 孙大妈非要给对方上一课 人处事还是不行 先处事都做不好 再看啥都没有用 私下面对红娘 孙大妈明确表示 两人不合适 不合适 真是不合适 而张大爷也是一样 第一是猫不合适 第二是他的 心境也太多了 好家伙 孙大妈对你就有心理 是大爷你不适合社交吧 最后张大爷又强调了自己的责恶观 我想要的一个 就是身高支出打理 大爷有钱真是飘了 连自己长啥样都忘了 红娘立马安排第二次相亲 对于找老伴 和大妈的要求很简单 找一个有责任性 人品好的 能够真心实习过日子的 刚进门 红娘立马问起了身高 姐你多高 身高 不算钱两一米六十八 这可把张大爷乐坏了 两人刚已坐下 张大爷连问的问题都没变 问题是现在退休了还是上班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何大妈来应聘了 得知对方在铁路上班 张大爷便问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有点只有我标准 一般有点什么要求 何大妈也不隐瞒 我责任性了 然后我人品好一点了 能够真心实义国家的吧 张大爷一听别提多字豪了 双手交叉那架子摆着 游服务 我先去呗 大爷你可一点都不迁虞 对于第一演员 何大妈多少有点顾虑 刚才没太好意思自己的 我觉得应该一米七五以上吧 然后各方面把组合素质吧 可能都要过得去 而张大爷却嫌弃对方老 但是从他的外向 他力量都不符合他的年龄 知道吗 我以为他是七零年龄 张大爷越说还越激动 我是三年回望 我可能我有目标 我能正是千万的意思 那假如我跟这种人 要是在一起的话 他第一不带财 可能破财 好家伙 大爷这是要冲到 中国首富的节奏啊 他的面相 不带财 你看他两个比不一样 是这样的 老年相亲有多奇葩 大爷找老伴只看面相 望夫招财是首要 大爷这境界 一般人还真达不到 我第一 我有财运 我是一个财战 张大爷虽说收入过万 但大部分的资产 都给孩子交保险 对于钱这块 虽说和大妈是个经济独立的女性 但好歹找个老伴 也想有所依靠 最起码都是说 两个人都在一起生活的 财迷无限交错 生活的异常开销 都得麻烦张大妈 那不都会让我挣钱两家吗 好歹是东北硬汉 岂有不养老婆的道理 张大爷表示认同 这是贴心利益 不但是说两个人真有的缘分的话 这都是小事 保险究竟花费多少 红娘不免有些担心 会花去你整个收入的多少 会一大半吗 占一半吧 张大爷临了 还不忘给自己留个后路 正多正少的都不重要 这是关键 大爷你咋心虚了呢 不是年数千万吗 含钱伤感情 张大爷立马换了话题 难道呢 因为毕竟男人在外面有应酬 你可以少喝 但你不能喝大赌 不仅自己不喝 何大妈对另一半也不做想求 只要不是太过就行 但坚决不能大赌 没成想张大爷一听 竟然自爆了 但是要大赌喝呢 就是不行 大赌赌赌赌赌钱 大爷你之前说好的不差钱 感情逗红娘丸呢 这让何大妈心里不免有些不舒服 我最讨厌男人说的一句话 我没钱 有钱没钱 我不用你说 而张大爷却认为 何大妈格局太强了 其实你要有一种格局的话 最远你都不用说 嗯 是吧 两人越捞越不投缘 张大爷坚持自己的标准 演员应该是放在第一位 就像那个一见走起合适的时候 红娘丽马看不下去了 当面回对 你觉得这一年 还能找到一件一样的 大爷还以为自己小年轻啊 有的时间给他耗着 儿和大妈对身高 也有自己的标准 红娘丽马询问张大爷身高 我72.5 挺标准的 挺具体的呀 0.5是大爷的自尊 一分一厘都不能少 见自己没达到何大妈的要求 张大爷气急败坏 最主要是什么呢 他就灭一线啊 嗯 不带财 因为不带财的原因 你啥呢 你看他两边很一样 是这样 大爷深藏不楼啊 还会酸病看乡 躺桌出山 街边的酸病 事不翻碗估计都没了 张大爷越说越全部 因为他没有那个 就是 慈善的那一面 要么一点都看不到 轮到自己 张大爷那是相当的自信 我第一 我有财运 我立刻上去 二是我是一个慈善的人 何大妈也不惯着 先看看自己的颜值 你看别人的颜值书 你先看看自己 对吧 红娘一再挽留 没成想何大妈丝毫不推步 明确表示两人不合适 而张大爷更是得寸进尺 你现在就说我找一个 相差十岁左右的 大爷有钱还是买面镜子照着了 自己啥德行 还要找年轻漂亮的 我该单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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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